据中国南海新闻网9月26日报道 法国和澳大利亚海军将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澳大利亚联合通讯社称 这是对该地区航行自由承诺的一部分 报道称 法国国防部长帕利当天 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派恩举行会谈 双方讨论了法澳海军合作的未来 派恩表示澳大利亚最近参加了 与其他国家一起的在南海的军演 我们期待着在未来几年与法国一起这样做 派恩还称澳大利亚和法国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即南海是国际水域 我们有权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航行 帕利则表示 在南海问题上 法国不会选边站队 我们希望确保自由的海上航行权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每年都要航行几次 南海九段线以内都是中国的 这是任何国家和势力 都不能改变的事实 中国已经在历史上和法律上予以多次证明 而且中国曾多次强调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如今看来 还有一些豺狼虎报存在际觎之心 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 找麻烦 即美日英之后 法澳也事实跳出来了 妄称南海是国际海域 扬言未来继续到南海军演 无疑这是对中国的极大不尊重 更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干涉 中国绝对不会允许 如今中国在南海的防御性军事设施建设日趋完善 一旦需要 随时可以亮出枪口 让挑逝者尝尝导弹的厉害 客观而言 无论是日英 还是法澳 其背后所指都不谋而合 那就是美国 其中在主观上有意插手南海问题的 除了日本其他国家更多的是配合 从中也不难看出南海问题的矛盾表现形式 一进入新阶段 第一阶段 美国极力挑拨怂恿南海相关国家 和中国对峙干 在遭遇失败后 再出损烧 第二阶段 拉拢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盟友 集中炒作 插手南海事务 试图在政治和舆论上给中国制造压力 阻挠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和平进程 但无论如何 美国的不轨图谋注定难以得逞 南海不是无主之地 中国也不再积贫积弱 容不得列强再次撒野 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 在围堵遏制中国的道路上 已经冲在了最前沿 恶劣程度几乎不亚于日本 为了在政治上讨好美国 在经济上甚至把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 晾在一边损人不利己 非常可恶 同时还经常炒作中国威胁 对中国正常经贸行为处处设卡 无所不用其极 法国整体而言 由于距离较远 危害程度不算太大 但霸权主义思维比较严重 经常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干坏事 那么也不能排除法国派军舰来挑衅的可能 需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应对 有句俗语说得很好 那就是长江冷眼光螃蟹 看你横行的几时 目前 南海局势整体向善向好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主流已经形成 同时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增强 仅仅这两点 就足以确保南海无忧 跳梁小丑蹦搭不了太久 历史上 西方列强曾律刺欺凌中国 今天还有豺狼虎豹试图逼中国吞下苦果 只能说想多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 在南海问题不会做出任何妥协让步 对于不知手脸的豺狼虎豹 必将见一个打一个 届时 栽大跟头了 别怪中国没把丑话说在前头 这边是谁 对于不知手脸的豁兰华 这边是不知手脸的豁兰华 这是不知手脸的豁兰华 这边是不知手脸的豁兰华